台股持續性的大漲 特別是外資掃獲台股強壇 現在 所有的投資人都在問 還有什麼股票可以買 現在還可以進場嗎 會追高嗎 會套牢嗎 大家都在擔心這件事情啊 所以呢 今天啊 為老師特別準備了一份 非常重要的個股資料 要送給大家喔 今天節目 一定要看 字幕提供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分析得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各位投資者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今天的一個台北股市的持續性的一個 上漲雖然沒有突破昨天的一個高點 不過呢原則上也算是一個 強漲的格局啊所以 現在很多的投資人都在問 還有什麼股票可以買 這個行情還會在漲嗎 接下來會漲到 哪裡呢 對不對那其實 我也在 上個禮拜 我跟一群這個 中石戶 然後 法人的這個朋友聚餐吃飯 那從他們這邊 得到的一些結論 就是呢他們都相當的 看好 接下來的航行會一路的旺到這個 農曆年 也就是說 從現在11月 11月中開始 會一路的旺到2月份 這只是剛開始喔 他們非常的看好 那當然我也給他們的一些建議 就是說 我 建議他們去佈局一些 準備啊 第2波起漲 或者是一些政策相關的 概念 那給他們做了一些建議 好所以當然呢 今天在節目當中也不吝嗇的 跟各位來做一個分享 這是非常的一個重要 來所以呢今天 各位注意聽喔 今天節目有 彩蛋喔 來什麼樣的彩蛋呢 來 今天節目呢 會贈送給大家 這份非常重要的資料 叫做中低價 黑馬五告戰 50% up 代表什麼呢 50%以上喔 我非常看好喔 50%以上的 這個成長的空間跟幅度喔 不要錯過喔 50%代表什麼 你投入了100萬 就會變成150萬 你投入1000萬 就會變成1500萬 這個就是50%的概念嘛所以呢 每一檔我認為都有50%的機會喔 而且呢我列出了五檔 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股 包含什麼呢我跟大家講的 準備第二波起漲的 準備呢這個所謂的政策相關的概念股 輕責30%多一點五成啦 更多一點可能一倍啊所以我跟各位報告 你要怎麼樣取得這個相關的個股呢 那就做一個動作 再看節目的您 麻煩你做這個動作 加入我們的Lite 加入我們的Lite 小老鼠 MORE888 小老鼠MORE888 來取得這個資料那 你加入之後呢請你輸入 黑馬 無告戰 黑馬無告戰 請各位 做這個動作 第一個 加入Lite 第二個 在下方的那個 可以輸入字的那個地方輸入什麼呢 輸入 黑馬無告戰 黑馬無告戰 請大家輸入這個 這五檔股票 我們呢 就跟大家做個分享你就可以來 取得 這五檔股票 百分之50 percent up好不好 50% up 今天這個是 我也在上個禮拜 跟這些中石戶的 因為他們都是 簡單說股市他們在股市當中都是一來一去的啦 都是一來一去的 所以其實 他們看好這很重要 他們看好代表他們資金會進場 他們資金如果持續的進場 那就代表一件什麼事情 台股市 很多的所謂 中藥型股 都會有機會 所以呢我才特別針對這樣子 設計這份資料 特別找了 他們都很看好的股票 也是我願意看好的 我那時候 建議他們佈局的 這些股票就在這裡面 所以各位要好好的來做掌握 今天這份資料 這份資料 要送給大家 要分享給大家 大家要 好好的把握囉 好好的把握 第一個動作 記得請加入LINE 小老鼠 這個地方 MRE888 或是掃描 QR Code 都可以 加入之後呢 請各位 輸入黑馬 就OK了 這個是 今天 這個 為人要給大家的這份 重點的資料 請大家 要好好的把握 時間有限喔 好好把握好不好 再來我們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一個盤面 外資掃握 所以我今天開頭為什麼強外資掃握 外資真的在掃握 台股是不是出現一個什麼 強談的格局 昨天這個外資買超203億 包含像台積電聯發科 AI族群都出現一個什麼 走強的態勢 當然原則上跟這個 輝達推出新的AI晶片 將掀起 所謂的搶購槽有關係嗎 輝達也繞過禁令推出什麼 H200 最強AI晶片 H200 各位 我跟各位講其實黃仁勳你會發覺 他每次來台灣 他都一派輕鬆 你有沒有覺得 這件事情 可能很多的 觀眾吃瓜群眾 他今天去寧夏夜市 明天去 他還去哪個夜市 他還去好幾個夜市 寧夏夜市 他都有去 他去了這夜市 大家都關心說他吃什麼 請大家吃糖葫蘆 請大家吃什麼 他逛了哪些對不對 要買了什麼東西 他喜歡吃什麼 去那個紀元喝雞湯 大家都看這個 這個是 茶餘飯後的話題啦 可是 你 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我有發覺 我有發覺 他來第一次還沒有美國禁令 對不對 那個時候他來台灣 哇這個 轟動不靈 嚇動不靈 大家非常非常的震驚啊 股價這個都用噴的 廣達偉創技家都用噴的 但是當 美國拜登的禁令 一K下來之後 這些股票 開始往下跌 後來黃仁勳來的第二次 這次來的第三次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他都是一派輕鬆 當然記者有去問他說 你對美國禁令有什麼看法 他沒有表示太多 可是 你去想一件很簡單的邏輯 如果真的對他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影響 他還有心情在那邊喝雞湯嗎 還有心情在那邊瘋癡嗎 有可能 好像不太可能吧 你想想 換位思考 如果是你啊 你是黃仁勳 如果你是黃仁勳 美國拜登總統跟你搞這個禁令 中國的營收佔回答比例其實算高喔 其實算高喔 那你真的還有心情來台灣 吃牙齊嗎 吃唐葫蘆嗎 還請大家吃唐葫蘆嗎 雖然錢對他說根本就 藍散了嘛不算什麼 可是一般來說可能他可能連來都 可能就暫時不會來了 之前 那個AI中東那個禁令下也是一樣嘛對不對 所以呢我跟各位講你看現在新聞是慢慢出來了 是慢慢出來了 他總是有辦法嘛 好 可是現在選股密碼不一樣啊不是說啊我看到他 對我看到他 啊我趕快去買偉創 趕快去買廣達 你有沒有發覺不太一樣了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覺 不一樣囉 對不對是不是不一樣了 現在的選股邏輯選股密碼是會變的你看 從聯發科的大賞 從小米的手機 賣到缺貨啊 業績充了多少985億啊 手機好像復活囉 各位投票我不是跟各位講嗎 消費型市場對不對從聯發科 可以看得相當相當的清楚 所以選股密碼在改變 現在不是再次不再是AI伺服器三雄 很多的股票其實 不太一樣嘛那怎麼說不太一樣來 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我們跟各位分享 分享過 我們跟各位報告過這些股票各位投票你來看一下 比如說像圓鋼各位投票 這不是今天的K線 這個是 11月 10號 禮拜五 就是 上個禮拜五的K線 這個是我特別把它 留下來為什麼因為 我就跟各位講這個東西你看到這個什麼 揮答新的晶片 對不對所以選股密碼 要改變 所以各位你看從圓鋼 雲鋼 各位雲鋼喔 我跟各位講其實我們的分析邏輯很清楚 第一個多方格局 OK第二個基本面數字是好的 毛利率是不是往上跳 對不對而且他有做邊緣運算 什麼叫邊緣運算 離線運算就是說 有些地方他是沒有網路的 比如說戰場 比如說中東很多的地方不是說每個地方都有網路嗎 那你沒有網路你AI可不可以用就不能用啦 你這個時候就需要用到 邊緣運算 就是說他 不需要上網 他可以用他內建的深層式的AI 他可以做一些 小盒子 做一些深層式的AI 那你在離線的狀態之下你還是可以做使用 雲鋼就是做這個 他之前最早是做視訊盒 就是直播的一些商品 這些東西各位 他後來 慢慢慢慢的轉型 所以各位 我跟大家講什麼 量 是不是 這個地方 以及量 最大量都在這裡嘛 所以這邊買 是安全的 上個禮拜五 是不是安全的 再來 到了昨天 我也特別跟大家講 慢慢的開始好像有要發動的感覺了 好像慢慢有要發動的感覺 因為前一波 這裡開始做爬升 這邊開始一路做上漲 先漲什麼AI的題材 後面回檔過後 因為漲太多 回檔過後整理這邊呢 準備再噴第二段 所以 我現在要讓大家去 挑選了什麼 各位投票你看 像今天 各位 今天股價有沒有噴出 股價有沒有噴出 所以這個才是重點 這才是重點 今天的 今天的這個原鋼 各位 是不是創新高差一點點他就要創新高了 這個就叫做第二波起漲的股票 第2波起漲股票 所以呢我們這個無告戰的這個 無黨股票就是走這個模式 準備第2波起漲的 這也是我從 這些所謂中石戶業內的朋友 所得到的這些資訊 那我也給他們這些相關的建議 所以各位你看 原鋼的走勢是不是就如此 對不對 有沒有 真的呢 是不是在這邊佈局 好像會輕鬆很多 而不是在今天 你會很猶豫要不要追漲停板 會很猶豫嘛 這裡我漲停板到底要不要追漲停板37.8 一追結果呢 又沒漲停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今天很多我說的 我們的Line 今天很多的 粉絲好友都來問委員說 委員員 要買嗎 要買嗎 還會不會再漲 那 其實我就反問一個問題 我就 我裡面很多網友 很多的粉絲好友嘛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不兩天前 三天前上個禮拜先買 我也有很大方的 直接跟大家講啊 哎呀對 大家對齁 應該先買才對啊 而不是 股價在今天 哎呀大漲了才去買嘛 對不對 當然我不是說 他當然後面還有機會 只是 如果你的 成本比別人低10%到20%甚至30% 那你的勝算不就自然而然就高了好多倍嗎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還是很看好圓剛啊 但是我不希望你追在 這個地方啊 我不希望你再追高嘛 為什麼 因為追高往往就是投資人 容易 過去你想嘛你過去這麼 這麼長時間的投資就是因為 常常就是追高殺低 才導致最後的虧損的 狀態 不是這樣嗎應該沒我講的應該應該是正確的吧 對 就是可能 你看的股票是對的但是你就是因為追高嘛 那為什麼會追高 可能對他沒信心 所以他沒漲的時候你 可能會不想買 可是當他一當漲了 哇你又好想買 所以 反覆幾次之後你就會發覺很容易就被套牢 所以各位投票這個是 原鋼的一個操作各位特別是這樣除了我覺得除了原鋼以外 各位你看 像這個威盛 來你看威盛 對不對 我是跟各位講 我也有特別跟大家講嘛這邊不要追 等他回來再買 對喔回來再買 法縮會完之後 跳空漲停 今天還是噴出啊 又漲又大漲 又大漲 對這樣是不是多少 是不是就18% 是不是就18%了 那短線道到了這邊喔 我跟各位講威盛的股性是這樣子 就是說 他漲了兩層之後通常都會整理 你看這裡有沒有 噴出兩根之後就整理啦 噴出兩根之後就整理啦 那這邊呢 各位就非常非常關鍵喔 各位 不知道怎麼做的不要自己亂做 我先跟大家講你如果說你威盛不知道怎麼做 不是很建議大家去 亂做啦 什麼叫亂做就是明天如果又開高你就追嘛 追對了就賺嘛 追錯了呢 會不會又這樣子 你這樣一套又套多久我也不知道喔 所以不要亂追喔 我先跟各位講那你去想 如果我可以買在這個位置點 好像很好對不對 漲停你也不用追啊今天大家在那邊 你沖我沖 你農我農 不需要啊 我們就 坐在轎上啦對不對 你這樣懂 我跟大家表達的意思嗎 所以這些股票都是我們看好的 我們看好的我也不吝嗇跟大家分享 不吝嗇跟大家分析 我都跟大家講 漲也講跌也講嘛 欸對啊都跟各位講啊那你看 這邊噴出去那就 那就追不追就 看個人喔造化在個人喔 這邊就要先佈局了 對不對這邊就要先佈局了 這造化在個人後面要不要追真的 那就看你自己啦 當然輿論上你跟著我們操作會 比較安全啦 會比較安全你不用去追高啦 不用去追高啦我覺得這是 價值在這個地方啊那特別各位你看像這個連結也是啊 有沒有 連結 對不對前幾天還有 還有很多的好朋友在問說跌了怎麼辦 那我就跟各位講你要等 你要耐心等買點這邊都是買點你要等他來為什麼 大量需是不是在這裡 大量需在這邊 10月份營收月增 他之前都很難看 可是10月份營收月增 代表他是轉機股 轉機股有轉機股的做法 各位 我特別擅長做這種轉機股 你各位去看元鋼是不是 威勝是不是 是啊各位你看 你看他那個本益比喔其實都 不低啊 但是他的毛利率一直上升啊這個就是 標標準準的轉機股啊 標標準準的轉機股 標標準準的轉機股 那你看威勝 本益比547倍你說他基本面很好嗎也不是啊 但是10月份營收有沒有跳升有喔 年增95.2% 所以他也是轉機股 那轉機股 就是我也最擅長的 為什麼你能夠在低檔 卡位 高檔 就是獲利嘛 那追不追那就在個人 所以我跟各位講來 像這個連結有沒有 拉高 噴到這邊我們不用追 等到這邊我們再來找機會為什麼各位投票 這才是重點來 這是禮拜五 尾盤 買進 各位回想一下誰會在這邊買連結 就跟元鋼一樣啊來投票我問大家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誰會在上個禮拜五去買元鋼 不會吧 因為沒有大漲啊 沒有大漲啊大家都不理他 大家都覺得眼光都沒有在他身上啊 那今天每個人都在元鋼啊 不是嗎 對不對每個人都在威勝啊 不是嗎 好所以各位你看 這邊買 各位真的是 安全 安全我不敢跟各位 保證說買了明天馬上噴啦 我覺得那個也太 我如果敢跟 跟這樣 各位做這樣的保證我覺得也太誇張了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你在這邊買是安全的 等個幾天 沒有什麼問題 那你看到了 禮拜一 真的漲了呢 真的漲了呢你看禮拜一 對不對 禮拜一而且昨天是 只有漲台積電喔 他能夠漲算厲害喔 來到今天 是不是又10%就下來了 10%就 就在你口袋裡了嘛對不對 那我們一樣看好他嘛 有沒有今天是不是就往上漲 各位對不對 今天沒有漲很多啦沒有元鋼那麼多可是他是昨天先表態啊你注意看 他是昨天先表態啊 昨天漲了7%你看這個盤中還拉上去38.75 今天是不是又創高了 對不對 今天又創高了 那 很多的朋友一樣 很多的粉絲好今天一樣在問 問老師 連結可不可以追啊他是連家軍的也說對啊連家軍的啊 要不要追 對啊你看問題是不是又來了 就是 怎麼講那個那個重複的問題還是會出現嘛 還是會出現嘛 所以呢你合佈什麼 低檔安全的佈局 我覺得是一個 比較好的啦 低檔安全的佈局應該會是 相對來講就是說 你買了不會有很大的壓力 為什麼因為 你買股票壓力還是會來追高 我今天追高了 明天會不會掌握壓力好大 但是呢你比如說你去買原鋼 這邊沒動啊 買了是不是 沒什麼壓力 後面是不是噴出 你去買連結 買的時候也沒什麼壓力 後面是不是就噴出 所以 同理可證嘛一樣的道理 接下來的一個行情我覺得其實各位 台北股市可用之兵還是非常非常多 看各位怎麼做一個把握的一個動作 所以呢 後續來 接下來 下一檔的這些 準備要噴出的股票各位 要好好來做取得喔 今天這個資料送給大家 今天這個資料送給大家 中低價的黑馬五告戰 50% up 50% up 請你加入LINE 加入LINE 加入我們的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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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 貌貌貌貌取得 這裡面五檔的股票 就是他有機會走 第二波的行情 走第二波的行情以及呢 政策 相關的 概念股 都會在裡面 跟大家做分享 都會在裡面做發動 那記得 如果你是看 我們YT節目 看我們YouTube節目的好朋友 那你看到之後呢 加入之後請你記得 加入到我們的LINE之後請你記得輸入 黑馬五告戰 黑馬五告戰我們才知道你來了 因為 你如果只是加進來你如果在裡面潛水 我們也不知道啊 所以呢 請你加入之後 要留言 留言 黑馬五告戰 你還會浮出水面來 我們才會看到你 這樣才能夠把資料 這個拿給你 讓各位了解嗎 OK 所以呢 請各位 現在呢 就可以開始來做這個動作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繼續再講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分析的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 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 收到 最新的 消息喔 好歡迎各位回來 那加來了沒 加來了之後呢 那 趕快來說取我們的 黑馬五告戰 跟大家來做分享 所以呢 我們在 第一段跟大家講的 這些 相關的一些股票 其實 後續上面還有沒有看好的 還沒有有機會的 我想我也會 我也會在這邊跟大家來做分享 比如說各位我們來看這檔股票 這檔是3450的聯軍 記得嗎 昨天我告訴各位今天漲了3% 3450聯軍 本益比多少 5790費 我跟各位講過 這些股票如果你看本益比 各位你絕對是 絕對會不知道該怎麼下手 你會很想買但是你又不敢買 這個時候你需要 專門操作 轉機股的 我也老實在協助各位 轉機股是我最擅長的 就是說你看到這樣的 這樣的本益比 你會不敢買嗎 可是他就很噴啊 他就很飆啊 他就很有題材啊 矽光子啊 對不對 這個 台積電的 COVAS 矽光子啊 然後呢這個 Intel的 這個 矽光子計劃 他就在裡面啊對不對 其實他這個題材就非常多啊 你要怎麼去找到 對的買點 你要怎麼找到安全的買點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這是現在投資人 的心聲啊 投資人的 痛在這邊 哪些股票強他當然 其實 現在資訊那麼發達你自己搜尋什麼 什麼看盤軟體你自己排序 程式寫一寫 對不對我們很多粉絲也會寫程式啊 軟體弄一弄 其實你都知道 哪些股票是強勢股啦 只是那個買點 那個安全的買點 很重要 安全的買點 就像 原剛就像威盛就像連結 這些安全的買點 那這個就是由我們 來協助大家 這個是最重要 所以各位你看 聯軍喔 主要是什麼 銀售已經跳升上來 所以他是具備轉機的題材 有具備轉機題材 具備轉機題材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股票一定是什麼 第一個 他有沒有具備轉機 就是你的銀售要跳升 銀售要跳升 毛利率要跳升 這兩個重點 我覺得 轉機股的重點就在這兩個 你要嘛銀售要連續性上升 要嘛就是毛利率有跳升 而不是說很 在意那個 EPS 各位如果你看他的EPS DG-0.21 那請問為什麼會這樣漲 請問為什麼會這樣漲 這樣各位 懂嗎 現在走的叫做做夢行行 做夢行行著重的是什麼 就是題材 那題材股但是題材股你又不能亂追啊 不是去追漲停板啊你看前兩天去追 生技股你看 哎呀又又套牢了 對不對那這樣也很可惜 很可惜所以我覺得 每一分錢我們都要謹慎的來操作 那 如果托付給我 我也會很謹慎的操作各位的每一份錢 我們會盡我們全力我不能不能跟你保證說我們百戰百勝 百發百中但是我也絕對會盡我們 所有的資源 所有的力量 來幫助各位獲利 那我們有沒有事先跟各位做預告分析我想 其實各位 看節目應該都知道 所以各位你看 像這個車用零組件因為特斯拉在漲我覺得 他不會寂寞 梗鼎 特斯拉在漲我覺得他是不會寂寞 為什麼因為他的 營收獲利其實都有起來 有沒有他的營收年增連續三個月都年增 EPS從0.26跳到0.75 毛利率跳到22.59%跳到24.3% 這檔股票我跟各位講 已經大概一個多禮拜沒有人講他 對不對一個多禮拜了沒有人講他 都沒有為什麼因為他沒有漲啊 大家我覺得 市場就是這樣子大家都喜歡跟你講 在這裡的股票在這邊的啦 在這邊的啦 大家都喜歡跟你講這個啊 但是其實 我不是 那麼喜歡為什麼因為 這個無疑就是將 把風險都推給你嘛 反正就是去追最強的股票追最高的那當然風險都是推給你嘛 我們傾向是什麼 有轉機的 但是你等他拉回 但是拉回不是說一拉回就買你看比如說你看這邊拉回你買不對隔天又一根 這邊買又不對隔天又跳空 這裡買又不對又往下殺到底哪裡是勝券的買點 這次就是學問啊 這就是美感 這就是學問啊 他到底拉回到哪裡是一個安全 符合 甜蜜點的位置 這是我們一直跟大家講最重要最重要的位置 所以呢各位 想要follow的好好的把握 當然我們第一個步驟 今天呢 其實這個我也跟大家分享 但我們這些 個股表現 相當的不錯啦 相當不錯 那我們主要 要跟大家分享這樣的一個什麼 今天 股票的活動 跟大家來做分享 中低價 黑馬五告戰 50%UP 請各位 加入我們的LINE AT MORE888 小老鼠MORE888 取得 這五檔非常非常 珍貴的資料 我是會擔心什麼 接下來到 12月份如果你沒有取得 12月份可能這些股票就是50%以上起跳了 那就很可惜 那就很可惜 所以 今天 這份重要資訊 真的跟 投資朋友 好好做分享 你現在取得 我覺得對大家 午後膜拜啊 你就只會有幫助而已啊 只會有幫助而已啊 好不好 歡迎大家 趕快 來做一個 索取的動作囉 好不好OK 那我們今天節目 跟大家 分享到這邊囉 祝大家操作平安順利 我們明天再見囉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分析得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摩爾證券投顧 摩爾證券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並自負投資風險